所以我聽了才恍然大悟 你知道那個聖煙路Foundation 盧森宴布施基金會 我跟師母兩個傻蛋 創會的時候我們直接就 要拿兩百萬美金 進到盧森宴布施基金會裡面 然後拿出去布施給所有的眾生 友情眾生友言眾生 不只是征活中的地理 一次就要拿兩百萬 結果美國的國稅局不是這樣子的 你是創辦人你是負責人 你不能一次就拿兩百萬 只能夠拿所有供養給盧森宴布施基金會的人 錢的多少 所有監款的三分之一 你可以拿出這些錢放進盧森宴布施基金會 這是美國的法律 這是美國的法律 所以我們每一年 都拿盧森宴布施基金會的總數除以三 然後再把錢匯進盧森宴布施基金會 所以就是這樣子 如果眾生多付持盧森宴布施基金會 師尊師母 所有的這個錢也會放得越多 也就是放在盧森宴布施基金會裡面 就是大家出錢出力 這個付持的話 這個就是 那麼師尊師母也跟著 大家的力量一起增加 把這個聖音宴布施基金給它壯大起來 真正能夠施移所有的友情眾生 今天我們做這個 藏密五財神 就是 紅 黃 白 利 黑 五色財神 這五財神的力量非常的大 那麼今天的在座呢 回去 看看有沒有財神獻身 財神獻身 佛菩薩獻身 師尊出現 跟你講 你會中獎 馬上就要請馬 師父給大家 剛開始的時候 五路財神 五財神 五財神 藏密五財神 通通都到 我們供養他 他就會是福 所以今天晚上 不要睡不著 還是要睡 睡了 看見佛菩薩獻身 財神獻身 財神獻身 師尊獻身 跟你講 你會中 你就要去 自己 至於你要不要講出來 你中了 要不要講出來 那個就是 隨便 Cheers 用在這裡是不當的 用在這裡是不當的 不是Cheers 隨便 希望大家能夠 都能夠得福 還要得慧 師母剛剛講 得福 你沒有修福沒有修慧 就像大象掛陰露 大象掛了很多七真八寶在他的身上 他是因為他修福 所以他得到七真八寶 掛在他的身上 大象掛陰露 修慧沒有修福 修福 就像羅漢托空波 這個羅漢出去發炎 人家都不給他 面貌可真 大家看得不舒服 不給他錢 托空波 他沒有修福 只有修費 連吃的都沒有 所以師母剛剛講 福慧要雙修 福跟慧要雙修 這樣才稱得起福德 才叫福德 就是我們天上的資料 那麼今天我們繼續講 六祖禪經 今天講的經文比較長 但是大半都是白話 大家都可以看得很清楚 我念一段經文 有生 有生 法達 就是他的生的名字叫法達 法達比丘 是紅州人 七歲就出家 常常念誦 妙法蓮華經 他來禮拜六祖 禮拜六祖 這個禮拜 我們密教的禮拜 全身投地大禮拜 顯教的禮拜 這個七拙地 頭拙地 雙掌拙地 這個叫做五體投地 但是這個 來的這個法達 比丘呢 來禮拜六祖 頭不置地 就是彎個腰 就可以 就算了 彎個腰就算了 六祖啊 他就罵他 你禮拜不投地 何如不離 你禮拜我 頭不碰到地 你不如不禮拜我 這個六祖一看 這個六祖一看 他有這個 他心通的人 他一看 你心裡啊 一定執著一個東西 執著一個很尊貴的東西 所以你不願意投 點地 你心中必有一物 你運行合適耶 你到底心中 是什麼東西在裡面 所以你禮拜才禮拜一半 這法達就講 我念妙法蓮華經 已經有三千部 三千部 妙法蓮華經 他想 六祖啊 哪裡念妙法蓮華經 三千部 他可能連一部都沒有念 我念三千部的 為什麼要給你沒有念 妙法蓮華經 一部都沒有念的人頂禮 他就是心中這樣子想 這個六祖就講 你如果念到一萬部 得到妙法蓮華經裡面的經意 得到妙法蓮華經裡面的經意 經中最重要的意義 不以為聖 不以為聖 還不要以為這樣子就是贏了 則以我同行 跟我一樣的在行走 你念了一萬步 你可以跟我一起走 你經覆此事業 都不知得過 聽悟濟言 你今天沒有頂禮我 是一種過失 你都不知道 這六祖就講 六祖就講 六祖就講 這六祖就講 所謂禁禮 諸尊 禮拜佛 是認為自己非常的逼下 向最崇高的是禁禮 折服自己的傲慢 這個是禁禮最大的意義 折服自己的傲慢 為什麼會有傲慢 因為有我 才有傲慢 真正的佛理 真正的佛是無我 它的意義是無我 你心中有三百步的妙法蓮華經 你就認為很驕傲了 你唸了三百步的法 三千步的法華經 妙法蓮華經 你就認為非常的驕傲 就是因為你唸的 你不是為眾生唸的 為你自己唸的 是我有三千步 我唸了三千步的妙法蓮華經 所以我很驕傲 所以我很驕傲 這個就是有我 有我醉即生 你有我就有醉業產生 無我就沒有業 有我就有業 這個道理在這裡 王公禮無比 你真正消除了無我 你可以敬禮一切 你的敬禮一切 他這個妓言非常的重要 所以有很多人 他不願意參加同修會 我是董事長 我跟你們票人坐在那裡 在那邊修法 看了看 左邊是賣菜的 右邊是賣香腸的 我是董事長 我怎麼跟你們同修 那我不跟你們同修了 這邊賣菜的 這邊是賣香腸 前面是賣麗豆湯的 我們生活中的地址 後面是賣年貨大街的 我們生活中的地址是 什麼樣的人都有 但是一個董事長 他支持我是非常大公司的董事長 我怎麼可以擠在你們一起同修呢 這個就是傲慢性就產生出來 像今天我們這個印尼的國會議員 印尼的印度尼西亞的國會議員 唯一的 今天他來坐在這裡 對不對 師尊坐在上面 難道 他說 他如果是有我的心在 其實他也是生活中的地址 他也是生活中的地址 他如果有我的心在 這個人 法師坐在上面 我國會議員 應該履浪 應該也給他一個位置坐 這邊坐一下 他是國會議員 因為他比較尊貴 一個國家的國會議員 都是很大的 應該在上面 請他一個位置坐 他這樣 就比較覺得舒坦一點